欢迎收看教书将看天下 这期的话题是 台湾当于的冷血无情 罪不容设 台湾防疫指挥中心 31日公布 当天岛内新增278例 确诊病例 累计99人死亡 在12天内就有87人去世 台北市柯文哲市长谈到 本市最近的病例 已经超过2500例 每天都有人因病死去 该市也被称为死城 从去年疫情爆发以来 台湾疫情快速蔓延 岛内医疗系统已经不堪重负 民众怨声载道 下面我谈四点 第一 蔡英文当局在做什么 蔡英文当局可以说 从来就没有干过什么好事 在岛内发生疫情之后 其丑恶面目更加暴露无遗 一是完全不作为 台湾对疫情的隔离 防疫检测及治疗 费用都高的离谱 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去遏制 而且至今都在隐瞒相关情况和疫情数据 二是坚持与大陆对立 他们多次拒绝 大陆提出要为台湾同胞提供疫苗的善意 坚决拒绝两岸网癌 设置了各种障碍阻止两岸交流 三是转移视线 民进党当局为了欺骗岛内民众 不断制造各种话题 转移民众注意力 如组织军事演习 宣传一些国家 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动向等 四是竭力阻挠 从大陆引进疫苗 根据台湾民调81%的受访者赞成购买大陆疫苗 注意注射大陆疫苗的超过九成 一些县市长也要求允许购买大陆疫苗 但民进党当局对此都是断然拒绝 6月1日国民党洪秀柱前主席谈到 目前岛内每天死亡人数过百 民进党当局大搞防疫政治化 对外罔顾人道 对内以意谋权 人为激化两岸对立和仇恨 要求防疫指挥中心陈时中等 立即被撤职查办 相关立委也应即刻请辞 第二 蔡英文当局想干什么 民进党当局一直把大陆视为洪水猛兽 把民众的要求和呼声指责为起哄 甚至威胁民众要承担法律政治双风险 抹黑大陆疫苗有安全性 有效性 乃至合法性的风险 他们一事乱作为 民进党当局已经提前签约 一千万剂自产疫苗 也就是不管外部疫苗来还是不来 疫苗研发成还是不成功 人民未来打还是不打 这一千万剂最快三个月以后才能上市 定金已经给了特定厂商 二是一直把希望寄托在美国 民进党当局原本指望从美国那里获得疫苗 然而即将离任的美国台北办事处负责人 丽英杰表示 台湾在防疫方面表现出色 且确诊人数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 表面上看是在赞扬台湾 实则暗示台湾就别指望美国的疫苗了 三是蔡英文只关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即使疫苗出了问题 民进党也不会认错负责 而且他们研发的疫苗也不可能通过世卫组织的认证 其安全性完全没有保障 四是台湾自产疫苗质量和进度完全都没有准头 蔡英文当局把防疫预算追加到8000多亿新台币 签订了购买合约 但该疫苗目前仍处在二期临床试验阶段 还没有进行过第三期试验 在媒体问到民进党大佬沈富雄 这个医生出身的政客敢不敢注射台湾研制的疫苗时 他直言回答 当然不会 再次反映出他对台湾研制疫苗的极度不信任 第三大陆对台湾同胞一直在释放善意 对于台湾同胞受到疫情摧残的情况 大陆始终都抱有很大的同情 时刻都在准备开展人道主义援助 但是我们的善意一直都受到蔡英文当局的顽固抵制和恶毒攻击 国台办发言人28日谈到 我们希望尽最大努力帮助台湾同胞应对疫情 但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同胞的生命安危 一直以各种借口阻挡拒绝 他们这样做是在耽误岛内防疫的宝贵时机 甚至还公然污蔑抹黑大陆疫苗的质量和效果 不断表现出对台胞生命安全的冷血 大陆的福州厦门红十字会负责人 也多次表示愿意向金门拔祖捐赠新冠病毒疫苗 但是都遭到了台陆委会的拒绝 蔡英文当局的倒行逆施 他对人民生命安危的冷漠 对国家统一所进行的阻挠 他们出卖祖宗任贼做父的恶劣行径 两岸人民都不会忘记 这笔账一定会进行彻底清算